因為時間有點緊迫 我就直接開始 今年已經是PG講COST CUP已經是好幾次了 我記得剛開始第一次的時候是跟MySeaCo合辦 然後那時候兩邊的人都還不是很多 那現在很開心就是人都蠻多的 那我們先 我今天主要是講Index 那我們就先看下面的例子好了 那我會先做一個Temporary的Table 那為什麼要做Temporary的Table 等一下後面會有解答 那這裡大家仔細看 我是從這個PG Class 這個是系統表 所以一定會有 那就然後Repeat這個東西 它其實是可有可無 你在做測試的時候 這一段Repeat的這個東西 你可以試著把它拿掉 其實影響不大 那這邊的例子就是說 我就建立一個Table 然後根據PG Class來去擺東西 那只取它的 Relations的名字的第一個 那PG裡面的系統表 PG是一個蠻物件導向化的東西 所以它裡面很多東西都會放到這裡 叫PG Class 然後我們接下來再做一個 Index 然後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就是說 這個Table它最終會長什麼樣子 它會長這個樣子 那我這邊就順便做了統計 那一般到Count這裡 大家是比較熟悉的 然後後面這邊的話 就是 這邊在用這個 視窗函數 所以我這樣就很容易得到 百分比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它佔的百分比 然後這邊是用CTE的方式 其實跟SubQuery差不多啦 但是CTE的好處是 你在寫的時候 不會一直往右邊飄 你如果用SubQuery寫的話 會一直往右 螢幕要買寬的 那這一種CTE的寫法是 是比較新一點 那當然 國內有人就會 就會說這個不能用 這個不好 因為他以前沒看過 他就會叫你不要用 不要去理他 因為 新的技術我們就要引進 那為什麼不然NCCC口委員會 跟Oracle跟PG的這些人 都不如台灣的某些有經驗的人嗎 這個就要去思考 其實要不要用 我們應該是科學的去評估它 而不是說 靠一些經驗 很多老一輩的經驗 是建立在他以前那個時期 那個時期的科技 或者是各種限制 或者是硬體等等的限制 他會得到這樣的經驗 他很樂意的跟你分享 但不是壞事 但是我們聽了之後 我們自己要自己做評斷 而不要去網路上去找一些 什麼什麼SEC口30招快速 或者是SEC口什麼幾招不要用 什麼什麼東西不要用的那種 尤其是大陸有一些東西 他是反反覆覆超來超去 然後10幾20年又在加工 然後又在台灣 然後有些就會去貼這個 然後你也不知道那個東西 到底是怎麼來的 所以國內會有幾個迷思就是 View不要用 Trigger不要用 Stop procedure不要用 用了好像就怎麼樣怎麼樣的 其實這些都不要理他們 好 我們繼續往下走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PG Class裡面 我們如果用這樣的話 他的分佈大致上是這樣子 會看到有一個數值特別高 其他的都很小 好 那我們往下 我們先建立一個Explained function 好 這裡會做這個Explained function 其實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用處 就很簡單 他其實就是去執行這個Explained 那根據我們輸入的 我們要查的東西 然後去把那個Sample Table去查出來而已 那注意喔 這邊是用一個1號 有些人會在這個傳入這個Function的 這個名字上會很糾結 有的人會跟你吵說 一定要怎麼樣名字取才可以 可是實際上呢 他其實人家在做是按照順序的 所以我們取名字 是我們人類自己看得懂就好 我們自己開心就好 而不要去被一些人 他就會很龜毛的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要在某一個Data Base 他就會用一個很長的規則 要求你一定要這麼做 其實那個是製造麻煩 簡單合理就好 因為我遇過很多去改寫 要去改寫 Sequals Server的Stop procedure的 那個流派就很有意思 他們會有一些他們很自己堅持的東西 目前都在幫他們做一些修改 那這裡有一個仔細看 我根本沒有去宣告傳入的參數的名字 我只宣告什麼 他的行別 那PG的行別有一個特殊的 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你的欄位被運算了之後會膨脹 如果某一些東西的話 PG你就不必用 Marchar 刮符20 30了 你直接宣告Text 他長度就1G 所以你的程式如果用PG寫的話 他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好處 就是說 不用像Marchar 你今天有人宣告了20 然後有一天就會 系統爆了 為什麼 因為什麼什麼東西 他長度變寬了 我們沒宣告 所以Marchar 那邊就會有人動不動 就是宣告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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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1000 1000 1000 你會看到那種 可是其實有一天也有可能會爆 運氣不好 運氣不好的話 像我的話 比較喜歡用PG的好處是 你先告Text就好了 他長度就 就隨便你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 我查P 小P現在是比較紅的 小P最紅的 那我們會看到說他這邊 他就做這個 Binmate Index Scan 然後再做Binmate HIP Scan 那這是PG的一個特殊的功能 他會做Index的話 他Index做完掃描 他會再做一次Binmate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他可以用兩個Index 三個Index 做完之後再做Binmate 有些資料庫的優化器 他即使你開了三個Index 他就挑一個來用 第二個他就放棄了 他不會用 不會用第二個第三個 那PG他的比較強的一點 他可以用多個Index 那當然你在這個 這一個table掃描的情境之下 這樣做不見得比較好 因為我只有一個Index而已 這個後面我們可以往下看 好 接下來我們查D 那你會發覺他做的動作都一樣 那K也一樣 那為什麼 我們接下來再來看 我做analyze他 分析這個sample 那為什麼我 我這麼做 因為 剛剛我不是說我用temporary table 因為PG他 如果你是開正常的table 他會排層去做分析 那temporary不做 那我這個是為了舉例子 不然我上面的例子打完 他已經做完分析了 那上面的這個就會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我做完分析之後 他的行為有什麼變動 他行為改變了 當我去查P的時候 他其實是做什麼 循序掃 循序掃描 那很多人就會告訴你 循序掃描不好 Index才快 這個是要看哪一種情況下 你是查一筆還是查很多筆 在我這種情形 我根本沒有去做什麼 做惠爾 那我要800多筆 那整個table大概800多一點 那你如果再去做Index掃 基本上整理全部 然後接下來 在磁碟機再去像真正的資料再去掃 那這樣反而變慢 所以他的優化器 PG的優化器 在這個時候告訴我們 忘記Index吧 直接掃了 所以不見得就是說 看到某一種掃描模式 就一定不好 這點是在使用資料庫上 要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還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資料庫 現在的資料庫 是所謂成本導向優化 不是規則導向優化 Cost Base 以前早期在上個世紀的時候 有一些資料庫 它就是規則導向 很簡單 像Sybase 那個時候的Sybase很陽春 但是在小資料量的時候 他就傻傻就去做了 所以很快 那你如果用高級資料庫 在像Oracle DB2那個時候 他要去做分析 產生執行計畫 就會很慢 就是當你的資料量很小的時候 你會覺得Sybase超好用 或者是MySQL超好用 Oracle好慢喔 為什麼總是有些傻瓜 要花大錢去買Oracle 其實那是不一樣的策略 當你是個人使用者的時候 其實有些時候 你就用規則導向 它反而快 因為你可能的情況 相對面臨的不是很複雜 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 國內慢慢慢慢就會有一種 規則 然後就會有一些Sybase 它會有一種語法的秘訣 它就會告訴你 兩表Join的時候 某一種表比較小的要寫在前面 或者是有的人說 比較小的要寫在後面 那個等於的左邊右邊也會有X 然後什麼小表驅動大表 你如果寫的方式 不是按照他認為的 他就會跟你努小小 你這樣不對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或者是會爾什麼的 他就會講說 你會爾and什麼 你一定要把某一個寫在前面 這樣index才會跑 你如果後面有日期的 日期範圍要寫在後面 等等這些秘訣 實際上在我們現在來講 這些東西你參考就好 聽聽就好 因為資料庫的優化器 它是按照成本 所以你看我分析之後 它其實是自己會去挑 會去挑怎麼做比較好 這個就有一個例子就是什麼 在N年前台大醫院上新系統的時候 那一天上午系統是有問題的 他們上的是Oracle 那為什麼 就資料漏進去了 也開了index 但系統跑很慢 因為沒做分析 所以那個時候資料庫 他不知道資料的分佈情形 他沒辦法去挑好的執行計畫 即使你建了index 他也不知道要怎麼用 所以他就全標掃 那個是時代的Oracle 基本上要找比較資深的工程師 知道要去做這件事 就會偷偷去把它做全標掃描 現在的Oracle 就不用去找這麼強的工程師了 因為他除了會全標掃 他現在會自己去加index 已經聰明到這樣子 但這個是我自己使用的例子 大致上講一下 那我們繼續往下走 那我們可以看到 C這個資料量稍微小一點的 他還是走原本的樣子 那D呢 D這個資料超小的 他會不會怎麼樣 你看用D的時候 他就會走index only scan 為什麼 因為資料量超小 他直接走從index拉就好了 因為有一點很重要 為什麼叫index only 因為那一個 pattern的那一塊 我根本沒有去 他可以去 不理他 他就去找index就好了 因為我們這裡面的 這個函數裡面 有沒有去 有沒有去select那一個 這個只有 pattern 好 那index跟index only 是有差別的 index only就是說 他只需要做index only 那為什麼說會有 pg會有這樣的功能呢 是 但是 在現在的pg 他會有一個 有一個功能是 你可以incoup 就是說你 當你的table有N多欄位 那有些欄位是 是常常跟著這個index走的 比如說兩三個 你比如說電話號碼 姓名 最常見的 那 當你只有index的時候 他就還要去原始表 拉 比如說我報電話 他會報 會拉 我們一般比如說去租 以前什麼 租電 CD 或錄影帶的時候 要報電話 那他會跟你 問名字地址 之類的 那這三個可能是很常用 那如果只有index的話 他就會去 還要再去母表拉一次 那現在的pg可以什麼 我create一個index 我incoup 小跟班 然後這幾個小跟班呢 他不能在index被查 但是會跟著index的欄位放進去 所以他就不需要去母表查 我只要根據那個 然後他就會slate的時候 譬如說我就拉那三個欄位 那額外的欄位不要 就不常用的不要 那他其實就只去拉index 那他就會報index only scan 這樣 那這邊會去講這個 bitmate index scan的一些好處 這個是系統上會 這個是查得到的 文獻上查得到 不是我寫的 這個是我從國外收集的資料 有專家寫的一些例子 那這個東西大家不用擔心 他自動會去使用 但這個東西有好有壞 好處是什麼 好處是他可以指定多個index 那壞處是什麼 他有些時候像剛剛 他只有一個index 他還是用這樣 他等於多一道工序 那當妳有些狀況下 你會發覺說 我就不要他 我們就把它關掉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功能給關掉 因為pg你在關掉這個功能的時候 你不需要去config重啟 你只要這個session 所以當你某一些table 你發覺說 用了這個bitmate index scan 反而變慢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 在那個下你比較大的那道查詢之前 先把它改成false 然後接下來把它改成true就好了 不用重啟 那這邊就是類似這樣子的例子 第一的話他就是index get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 我們剛才不是那個sample有很多值嗎 那我們每一個值怎麼會去 他會走怎樣的情形 我們可以下這道指令 這個其實就是函數在這裡 這邊做explain 那這樣會出來比較多 這個有點複雜 大家過就好 那因為這樣太多 所以我們就什麼 我只要一行就好 那這邊有一個limit to one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什麼 你看344筆的 他就會去走這個 然後這邊比較少的 就走這個 因為他認定pg的優化距 認定這樣做比較好 這邊他就會走index only 那我們如果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 我不想用bitman heap scan 因為我只有一個index 因為他的好處是 當你有多個index的時候 那怎麼辦 很簡單 我就把它改false就好 然後sequence scan也改false 那我就可以怎麼做 全部都是index only scan 那當然像p的這個344 你用index only scan 是不是比較快 這個不一定 但是有些公司他會定KPI 就是說你的查詢如果不走index scan 你是走sequence你就會被唸了 那沒關係我們就這樣吧 那有些時候沒辦法 就是 就是 有些KPI他定的是 本身是好意 但是在執行上他其實沒有考慮到那麼細 好像有些公司我記得以前 某家電信剛成立的時候 他們找了國外的一些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定CPU 就是他們買了生養的e10k 那e10k其實對他們來講算蠻貴的 那他們就是說怕系統不好 所以他們定了一個指標 就是說CPU使用率不能超過80% 那有一天就是某一道那個在算帳的時候 他80%點多就不行了 就哇哇叫了 可是實際上以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說 我花了這麼多錢買了這麼貴的CPU 我應該好好用 那20%不用蠻可惜的 現在有些CPU都快到可以被奉獻去挖礦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說有些KPI定起來不合理 那我們也不要跟他吵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一招去用 那PG的這一塊這些參數 大家要靈活使用 而不要說被某一些影響到說 用什麼功能必定不好 其實沒有 我們要自己靈活去用 那這邊會有一個東西很重要就是 他會告訴你預估的cost 那我們要真正執行的時候 他的cost才會準 預估的不見得準 因為他預估只是根據你現在的資料的情況 他去預估而已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真正執行的時候 你發覺說優化器不夠聰明 那我們就要去調 那Oracle是有hint 就是用hint告訴他 那PG default是沒有hint 你要用hint要另外加extension 但是這沒關係 hint那個題目有點難 我以後再找機會說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 那記得最後要reset 你剛才如果有做什麼的 我們要把它reset回來 不然你後面就不准了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下一個範例 因為剛剛那個範例是比較單純的 那這邊是比較不一樣的 這邊一樣我會去產生 很多資料 仔細看這個函數非常好 PG裡面產生資料的用的函數 那這個在Code Server 2022版 也支援了 名字一模一樣 但是 Code Server的版本比較不方便的是 我們這邊可以耳使自己取名字 它那邊產生出來的一定叫Value 那見仁見智 有的人喜歡固定的 我就是那樣 你不要讓我自己取名字好累 那它適合用Code Server 那我們比較有創意的 我們就用這個 好 那這個東西有一點就是什麼 這個Random 我在之前第一 我最早要寫這個例子的時候 發覺一個就是什麼 這個Random都會一樣 所以我要 我這邊有稍微有點加工一下 那為什麼會一樣是什麼 因為它那個時候就是說 第一次它在做的時候 它評估 評估那個Random它會偷懶 它就沿用一樣的值了 所以你如果要用亂數產生資料 我這一份你可以參考 就是說用這樣的方式來升的話 它大致上會 會升一個這樣子 那這邊的例子 我們繼續往下走 OK 你看這邊有一個一樣 這邊 那我一樣我分析這一個 這邊只是為了要產生給大家看 接下來我們分析之後 分析的資料PG放在哪裡 當你一個table你建立之後 如果你都還沒有分析它的時候 這個會是空的 裡面會空的 所以它一開始它就不會 上面的例子就有 當這邊有的話 你會看到說相關性 一一 那這邊官網會有解釋 它就是說AV兩欄相 相關性有沒有 那這邊你看 這邊也是 那我不要用它 我用這樣 來把它改變它 來把它改變它 那你看 相關性有沒有 就變了 這個還是一樣高度 那這邊呢 變了的話 其實它的統計還會出現什麼 最常出現的值 還有最常出現值的頻率 有多少 都可以給你看 那這邊我把它變成 它slate出來 因為它裡面它會用array PG有array的資料型態 可以看到說 上面的例子 哪一個符號多少 讓它出現的頻率是多少 所以看到PG做這些統計 我們就能知道說 為什麼它們優化器 可以去挑 一個比較好的 一個執行計畫 而比我們人類去推導說 我覺得應該用哪一個比較好 或者是table的順序怎麼寫 那些skills 所以大家看到這裡就可以知道說 當我對一個table 有大量的刪除 載入新資料的時候 我就要分析它 我如果不做分析 我等排程再分析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段時間就變慢 然後好像過一夜之後就好了這樣 但你如果知道這個原理 你就載入大量資料的時候 然後再分析一次 然後你的程式就會跑得很順 因為它就會用適當的 挑適當的index來做 好 那我們下面再看這些例子 這些例子大家都可以回去自己 有興趣就拿來玩一下 按照我這個 按照我這個 記得Random出來的東西會不一樣 不會跟我這邊長一樣 但是大家可以分析說 我自己這個情況下 會是怎麼樣的情形 好 因為這邊會有 我這邊會有一些例子是用array的 好 這邊仔細看我這邊是cost of 所以它只會出現很簡單的 那這個就跟上面 大家看到的那個差不多 有沒有 binmate index scan的情形 所以上面已經知道了 那你看喔 這裡就是兩個欄位了 有沒有 仔細看 它做了 所以為什麼要用binmate 因為它這邊要做一個end 所以binmate index scan有它的用處 它可以走兩個index 就N個啦 看你實際需求 那有些資料庫就沒有 我不講哪一個資料庫啦 那大家看喔 那這裡會有一種情形就是什麼 選擇性太差的 也就是說你建了index 一樣沒有用 那大家有些就會吵啊 其實不用你去看 看它分析出來的時候 那個數值就知道說 哪一些東西它選擇性好 選擇性不好 但具體沒有說 一定剛好到哪個數字叫好 哪個叫不好 沒有 你要自己去 根據你實際情況去做微調 然後這邊呢 仔細看我這邊會有一個vq vq是這樣的啦 pg的table的結構是 當它做update的時候 其實是去delete加insert 所以它會有一些死掉的 delete掉的tuple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要有排程去做vq 當你沒有vq 就是把那些舊的清掉回收利用 可是當pg有一個問題就在於說 有些table 有些系統它設計 就拼命往某個table一直塞 一直塞 一直塞 然後或是一直去update它 結果一直沒有機會去完成vq 所以那個就會膨脹 這個是一個難題 在這裡我當然沒有時間去做這個 今天下午會有人講這一塊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好好的去聽 我也很想聽它怎樣去做這一塊事情 好那時間差不多我想說我這邊這些例子都不難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拿這個來去研究 我會把這個資料上傳給大家 會看是用什麼方式或雲端或什麼的 可以去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玩一玩 好那今天就先到這裡謝謝大家 我分享一下剛剛那個 就是一定要index那個 我有一次今天也是 就是其他同志來問我說 我那個好不容易把它調到可以用index 結果越調越慢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一開始是怎麼寫的 然後他說 那你一開始就已經蠻快的啊 你幹嘛一直 因為他一直沒有用index啊 對啊 然後他就一直在那邊鑽牛腳尖 然後調啊然後加啊 然後終於讓他好像試到他的規則 我跟他說可是跑很慢啊 我說你幹嘛屈膩在這個地方 對啊 重點是跑 講什麼 沒有啦 現在資料庫越來越聰明了 就是不只是Postgre 其他資料庫也都會 就是如果他有新功能 尤其是 重點是你要抓住自己的 你要的是什麼啦 好啦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 那這一段就到這邊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